搶救生命分秒逼真 这是医院急诊室的最佳写照 评级急诊量平均占屏东市急诊量的46.9% 是屏东县内之冠 因此今年获卫福部评定为重度级急救责任医院 让民众可在地就医 省区奔波到高雄大医院的时间 评级急诊部指出 评级去年每月急诊量达6028人次 就诊病人中减伤分类属于危急 需要复苏急救的一二级病人就有49.93% 也就是说每五位就有一位是急重症 为了争取抢救时间 评级针对急性脑中风 急性心肌梗塞 跟儿科重症设置绿色通道 去年在评级急诊 接受溶酸跟取酸治疗的急性脑中风病人有37人次 六成病人在三个月后恢复行种能力 心肌梗塞总人次为50人 其中48人在黄金时间90分钟内接受心导管治疗 比如说发生急性心肌梗塞胸痛的时候 我们心肌可以24小时帮忙做心导管 这样已经做了25年 所以经验非常的丰富 重度急诊业的内容 就是卫生署委托专门的单位帮忙做评见 这样资格通过之后 我们也要尽力去维持这样的能力 才不会有失民众对我们的期望 所以我们也会尽力去维持 甚至更精进 为了保障紧急伤患能有及时的适切救护 卫福部将急救责任医院分为重度 中度与一般三个层级 评级表示或评定为重度级急救责任医院 是对评级急重症医疗能力的肯定 将持续提升品质 承担更多紧急医疗救护责任 原事宣科省评论室采访不到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